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知道 就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 没有人知道 所以不要自作聪明 然后呢自己去做猜测或预测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 很多人就预言 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都没有猜对 那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就连在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甚至呢连子也不知道 就是连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之间不是完全团契 这个完全相爱 那怎么会只有父知道 子却不知道 因为他要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时候 圣子他道成肉身 他在地上 他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但是对于有一些事情 他甘心顺服 他在人子的角度上 他在人性的角度里面 他有些事情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完全顺服 父神 所以他也其免他的门徒 用这一种顺服的态度 来过警醒 度日 等候主再来 然后在主再来之前 要警醒 要有信心 然后不要被迷惑 然后呢 环境再艰难 也要持守信仰 然后传福音 到地极 然后呢 主就再来 37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那挪亚的日子 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挪亚 他就是领受上帝 告诉他 就是要建造一个方舟 神要使这个大洪水 来毁灭这个世界 那挪亚建造方舟的时间 也非常的漫长 在这过程当中 他也不断来传福音 劝人要悔改 但是呢 大家没有人当他一回事 这个不理会挪亚的信息 也不愿意悔改 照常吃喝嫁娶过日子 根本不相信 有什么这个世界末日 上帝的审判这件事情 因此呢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 有一天洪水突然就来了 把这些不悔改的恶人 全部都冲去 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 照样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意思就是说 人子就是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之前 耶稣在二十四章 上半段已经讲了 会有很多天灾人祸打仗 很多这个恶贯满盈的事情 不断的发生 然后也很多灾难 甚至 还有一些 这些连天上的这些 星象啊 还有一些大自然的 一些异常的状况 也都会不断的发生 然后基督徒会拼命的 不断的传福音 并且宣告 公义的神会审判罪恶 但慈爱的神 愿意赦免拯救 愿意悔改的罪人 可是呢 人也一样 照样吃喝嫁取 不理会基督徒 所传的福音 所以呢 人子降临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突乎 这个大家 超乎大家的预料之外 忽然人子就降临了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当主耶稣基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谈过 第一 那些已经死去的圣徒 会首先从死里复活 上帝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 他们会跟耶稣 就是一起 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在半空中 第二 在这个地上 继续仰望主 忍受逼迫的这些信徒 神也会把他 接到半空中 并且也是一样 给他换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 他们都会在空中 与主相遇 然后在一起 降临在这个地上 那至于降临在地上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末世的 看法 很多元 有前千禧年派 后千禧年派 无千禧年派 关于这个被提 也不同看法 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灾后被提 各种不同看法 这个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它 查考清楚 那这边就先不讲 好 所以呢 他说 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这个两个人在田里工作 代表要么他们就是家人 要么就是同事 同工 但是没想到 一个是被主 取去 就是他 升到天上去 与主相会 另外一个是被 撇下的 就是一个是 真选民 另外一个是准备 接受上帝的审判 而两个女人在推魔 一样也是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这两个人天天一起合作 在推那个魔 要么就是 家人亲戚 要么就是 认识很久的 这个同事 所以呢 看起来 大家每一天照常吃喝 嫁娶 可是 有的人 他是这个忠心的神的 这个门徒 有的人是完全不把福音当一回事的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一个被取去 一个被撇下 我们也要倒过来思想 所以基督徒啊 如果这是你的家人 这是你的同事 这是你的好朋友 好同学 主再来的时候 你被 取上去 他被撇下 你那时候心里难道不会非常过意不去吗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要传福音 那常常别人不愿意信福音的原因是 我们自己没有见证 我们根本活得不像真的基督徒 所以很多 我们都要真的求主 联名我们 好42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所以耶稣刚刚特别讲 连子都不知道哪一天是他要再来日子 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他的门徒警醒度日 然后呢 在世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然后只等候主再来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今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他们那个时代 房屋有那个泥 这个抹上去的这个墙 所以那个挖开泥 然后把那个石头再弄开 就可以偷偷进来偷东西 所以呢 他说这个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小偷会来 就绝对不会容许小偷去挖你家的这个墙角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是重点是没有人知道小偷什么时候会来 所以你要警醒 耶稣44节说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接下来耶稣就勉励这些他的门徒 那你们在等候人子来 而你们却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来 所以你要天天警醒度日 不能松懈下来 所以你们要怎么过日子呢 45节 谁是忠心 对神有忠心 对主耶稣有忠心 对福音有忠心 那这种忠心基本上就是 让主在你的生命中 居所谓掌王权 然后过一个符合福音 大能的生命跟生活 谁是忠心 而且有见识 有见识指的是有聪明 有判断力 能够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 什么是不合神心意 什么是魔鬼的诡计 什么是神的旨意 所以谁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他是为主人所拆派 要来管理家里的人 就是管理神家里面的人 而且他很忠心 他不是只顾自己跟神的关系 他还按时分粮给家里面其他的人 所以真的是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好仆人 可以把神的家照顾得很好 46节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再来的时候 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就是说 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看见我们在世上的年日 是忠心有见识 有照顾神的家的好仆人 他会称赞我们 然后呢 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他会派我们管理更大的事情 派我们与他同作王 那这个就会牵扯到 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 到底这个世界就忽然间结束了 还是真的有所谓的千年国 这个我们在启示录 就要去详细的探讨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看法 你可以参考 我是属于这个前禧年派的 就是说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 真的在地上有一个千年国度 那这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圣徒 还有被提的圣徒 要与主在地上 这个建立这个千年国度 然后呢与主同作王 而且那时候在这个 耶稣基督极大恩典的托住之下 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 那真的就可以活出当初神 创造我们的时候 想要所赐给我们的那一种人生 那一种生命 那一种与主同工 与主一同治理这地 而且不会接受第二次死的审判 就代表不会犯罪 不是靠自己 是靠耶稣基督极大的恩典托住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研读 东方的哲学 西洋的哲学 然后去探究各种的宗教 其实就是想要去找到 人他的答案跟出路在哪里 我觉得圣经 特别在终末论的部分 特别在千年果的这个部分 给我一个美好的应许跟答案 我个人认为 一个基督徒 如果没有在千年果那个时候 与主同复活 而且得着一个 不一样的荣耀的身体 而且是 在主极大的恩典的保守之下 能够活出一个 一千年不被罪所辖制的生命 而且可以跟主一起来 治理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 发明耶稣基督福音 大能的荣耀 来影响周遭的人 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不一样 我觉得那样的人生 才叫做当过人 享受到上帝创造我们 成为人的时候 那个最值回票价的那种人生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 可以更多来探讨 因此他就说 这样的人 他主人要派他管理 一切所有的 所以不是主耶稣再来 世界立刻就没有了 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48节 倘若那恶仆人心里想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所以呢他就不警醒 然后呢就开始就是 胡作非为 不忠心 而且没有见识 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然后呢又和酒醉的人 一同吃喝 如同刚刚所讲的 挪亚的时代 人造常吃喝 嫁娶 那结果这个主的仆人 也一样 想说主人不来了 就目无法记 然后呢也不听圣灵的规劝 然后就每天过 跟世俗人一般的日子 那五十节 抱歉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要重重的处置他 原文是把他腰斩 把他砍成两半 哇这是很大的刑法 其实就是审判他 使他灭亡 使他下地狱 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 同罪 在那里必哀哭切齿 也就是说他会被排除 在神国之外 他会跟假冒为善的人 同罪 基本上 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 看到很多讲哀哭切齿 指的就是被排除在神国以外 指的就是 不是与神同在 是下地狱的 所以爱哭切齿 我个人认为 他指的就是下地狱的 不是说神国 还有分内跟外 没有了 我觉得其实 神对我们的 这个期许是很高的 耶稣基督对他们 门徒的期待是很高的 他从来不期待 有一种 叫做有一搭 没有一搭的门徒 有一搭 没有一搭的 那个不会叫做门徒 那个绝对会被排除在神的国以外 所以我们要警醒 不要以为受洗就没事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你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基督徒 主再来的时候他不会承认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你在三的吩咐我们要警醒祷告 主让我们再世为人的时候 不要像一般人一样 认为反正我活着的时候 耶稣也不会再来 所以呢我就跟一般人一样 如同那些没有神的人一样 造成过世俗的生活 吃喝嫁娶 主啊 然后甚至自以为来教会 自以为受过洗 主你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主啊 求你让这种谎言 彻底的离开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敬畏你 爱你 并且活在你福音大能更新的生命里面 谢谢主 请我们同心合以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